这八旗兵的摔跤技能是跟谁学的 是跟那蒙古人学的 所以啊这个师傅啊这个摔徒弟 那就跟啊这个老首席顽童一样 也扒了一股炉子 您好我是昆仑刘史 今天咱们要聊的呀 是清朝的一支很有争议的部队 这支部队是什么呀 就是皇帝身边的扇扑营 这支扇扑营部队呀 和这个清代的其他部队有区别 为什么说是有区别呢 因为这扇扑营啊编制很小 只是三百人的编制 但是据说这三百人当中 有二百多人都是门历出身 那么什么叫做门历出身呢 门历出身呢就是一句江湖话 意思是说呀 人家是家传祖祖辈辈干这个的意思 这种人啊就被称作为扑虎 在清朝那会儿啊 也不光是清朝吧 大概就是中国古代 以什么吃 就是你做什么行业谋生 就是什么户 您比如说吧 这个打鱼谋生的叫什么 叫鱼户 江上河上行船载货的叫船户 狩猎的叫猎户 种地的叫农户 开买卖的叫商户 那这些扑户们 他们都会什么手艺 哎 这些人呢都会摔跤 在北京呢也叫做灌跤 天经叫撂跤 这是一种啊 双人计计的方式 大概的规则呀就是一方将另一方摔倒 视其为胜利 您可别啊小瞧了摔跤这门手艺 这可是一门啊杀人计 有人说不对吧 这部队里练的呢都是杀人计 刀 马 弓箭 长枪 短棒的 这些不都是杀人的技巧吗 哎 您说对了 可是啊 这些东西都是从狩猎演变来的 只有这摔跤啊 是从战场上得出来的实践 也就是说呢自有摔跤以来啊 就是对付人的 您像那个长毛 弓箭啊 这些原来啊都是对付野兽的 关于这摔跤的起源呢 那有人说早了去了 两千多年以前呢就有记载 不过呢一直到唐宋啊 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很少 据说这水不凉山的好汉当中啊 就有一名俊美的少年善于摔跤 谁呀 就是那个大伙都熟知的浪子艳青 身高啊在仪仗开外体重三百多斤 绰号叫做晴天柱的任元 摔不过艳青 就连那个著名的黑旋风李逵啊 也摔不过艳青 可是这都不能算数啊 因为这个水不凉山呢 这个水浒传呢 是明朝人写的 到了元朝时候 虽然这摔跤啊是蒙古人 重要的体现武力的一种方式 但是呢 蒙古人向来啊以快马弯刀称雄于世界 他呢在史记当中啊 也不怎么记载这个摔跤的事 跨过明朝啊 这转眼就来到清朝了 到了清朝的时候 最初的八旗练兵啊 那基本上就是蒙古师傅 您无论是什么旗舍呀 这个部战的摔跤啊 那全是蒙古人教的 也都是啊 这个蒙古军队平时的训练项目 咱们这就得说到这扇破营的起源了 说到这个话题啊 我都不想在咱们的小片里再摸到了 因为啊这件事啊 已经讲过两回了 第一集呢 咱们是讲索图的时候啊 提到过这扇破营的起源 第二次说呢 是讲欧拜的时候啊 又提到了个扇破营的起源 您要是想听呢 您就往前倒倒 再不接呀 干脆我把那个连接呀 发到咱们今天小片的留言区里 您要是喜欢的 您就点击进去 您瞧瞧听听那个少年天子康熙皇帝 是如何利用一些啊 会摔跤的小侍卫 把这个敖拜给逮着的 说一句实话呀 摔跤手们啊 帮着皇上逮住了全臣 这到底是不是 扇破营就得到了发展的原因呢 其实我想它不是 我认为这扇破营成立 发展以及被皇家重视 原因啊 就是因为木兰秋贤 这会儿啊 就有朋友就得说了 嘿嘿 你瞧 你讲了半天 骂题了不是 刚才你不是还说呢吗 这扇破营的这个摔跤 这种计辑方式啊 它来源于战争 它并不来源于狩猎 那么我们都知道啊 这木兰秋贤 实际上是皇帝 去这个北边承德 再往北的这木兰围场 去狩猎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怎么和这个摔跤又联系上了呢 这您就得听我好好跟您解释解释了 这木兰秋贤呢 有人叫做木兰秋为 这个前两天呢 我还听几个台湾的专家呀 管这件事情啊 叫做木兰秋裂 那么这就更明显了 意思就是说啊 这皇上啊 去那打猎的意思 那哪是木兰呢 这木兰啊 就是出了现在成德的秘书山庄 再往北 大概就是我们熟知的 这个塞坎巴基林场 以北以南的半山地丘陵 半草原的一块地方 要说呀 这康熙皇帝他喜欢这 为什么呀 当年就是在这儿啊 清朝八旗大军 打败过这草原上的叛贼 准个儿不大喊 嘎尔丹 那么这木兰和花木兰有关系没有啊 哎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木兰呢 是蛮鱼 是少鹿的意思 也就是猎鹿的意思 那好朋友就说了 对呀 你看皇上来这儿是打猎吧 不是 皇上来这儿啊 主要还是为了练兵 是以打猎这种形式来练兵 还有呢 就是利用这个机会 到了这个季节 外蒙内蒙的所有王公们啊 到木兰秋贤 这个项目当中 来朝见皇帝 并且呢 还要亲自参与 参与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就是这蒙古的摔跤手 和这个八旗的摔跤手啊 其中要进行这个摔跤的计击 刚才咱不是还说呢吗 这八旗兵的摔跤技能是跟谁学的 是跟人家蒙古人学的 所以啊 这个师父啊 这个摔徒弟 那就跟啊 这个老首席顽童一样 也扒了一股炉子 好家伙子嘞 这帮八旗当中啊 挑选出来的会摔跤的孩子们啊 跟人家蒙古人一比啊 上不了钱 回到北京以后 这皇老爷子坐在金鸾殿 那份气就别提了 看我这八旗兵兵啊 自开国以来 均为雄壮 我呀 本来是想利用这木兰秋显的机会 让这蒙古王公 见识见识 我八旗均被武力 谁想啊 马不骑射 军容军纪 这些都挺好 但拎出来一睡觉啊 不灵了 摔不赢 丢谁的脸啊 丢皇上我的脸啊 丢大清国的脸 所以说呀 咱们呀 得成立一个机构 好好的练习摔跤 您瞧了吗 其实这呀 才是这扇扑营成立的真正原因 这有一点呢 是没错的 这扇扑营啊 确实成立于康熙年间 可这支部队啊 也不像大伙想象的一样 是康熙皇帝的随身保镖 这支部队啊 那完全就是为了表演 能够通过他们的积极水平 显示出这八旗兵的这个单兵战斗力 扇扑营啊 这个组织并不大 定额三百人 哎这个头子呢 设称扇扇扑营总统大臣 是从这个都统 前锋营的统领 护军统领 以及八旗所有副都统当中 挑选出来的 这个人啊 首先要做到军事过硬 必须得是一个功夫方面的专家 最重要的一点呢 他必须得是皇上的亲信 是这皇帝啊 百分之百相信的人 有了编制以后 他怎么练呢 首先说呀 广学蒙古人那套肯定不行 这个八旗兵啊 和蒙古人比起来呀 有一个非常大的弱点 就是这身的妥格 他显得比较矮小 这蒙古人呢 摔跤讲究是啊 这力大深沉 扑拉甩棒 其中这扑和甩 使得就比较好 因为那呀 全是靠力量来取决的 这八旗兵啊 力量上不如人家呀 就得想别的招 于是啊 在民间呀 就得请教这个汉族 回族的摔跤这方面的高手 真正把人撒出去 到民间一找起来呀 犯了难了 怎么呢 找不着 没有 总之啊 是没人承认 自己会摔跤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八旗入关以后啊 再加私自练武 是违法的 逮着之后啊 就很有可能 给你扣上一顶 反清复明的大帽子 到了后世啊 闹义和团的时候 不就是管那些 义和团的那些参与者 叫做全匪吗 那么这民间的实际情况 是怎么样的呢 说实话 这满清的这项规定啊 对中国传统武术的影响非常之大 可是啊 也就是因为有这么一项规定啊 才刺激了这摔跤术的发展 为什么呢 因为这摔跤术啊 它不用很大的场地 这三五青年啊 关起门来在自家院子里 就开练了 他不想练习马术 长枪大棒啊 他得需要一个挺大的场所 也不是五刀弄枪啊 得出了那么大动静 所以说啊 敲门音的这项运动啊 在民间就发展了 在北京的汉人当中啊 尤其是这个牛街的回民 掌握这门技机技术的人 高手颇多 并且这架势啊 比较小 适合这个短小精干的人习练 他叫做小将 俗称是黄国架 这讲究的呢 就是绵软桥 爱经师出来 往南走二百四十里地 那也就是天津 九河下哨 那儿啊 摔跤的主也非常的多 讲究呢 动作非常粗也刚猛 擅长前臂打击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和天津当地流传的一种 太祖通辈权有关 再融合了八十窝子苍州的 六河群八卦掌 天津教啊 又被称作功夫佳娇 别举一番啊 刚猛的风格 这宝定摔跤啊 他也有自己的风格 讲究的就是快呀 宝定人说啊 这摔跤叫快跤 讲究的是啊 这手一扎 立刻就撂倒 他算摔跤当中的大架 他的技术特点啊 叫做私崩筒 除了这些京师附近的之外啊 像什么陕西 山东 山西 河南 都有自己独特的摔跤门户 要说政府要办什么事啊 他比老百姓啊 还是有省市的地方 撒除人家找去呗 到人家秧开去 说呀 咱们这是政府行为 这回咱不算私交了 首先呢 您不用再害怕 是这个政府啊 还干预这件事情 这是咱们皇上啊 亲自下旨 要建立的这么一个善扑营 您教了徒弟练好了吧 那是给咱们这个大清 给朝廷 给皇上露脸的事 也能发扬咱们这本武书不是 反正啊 甭管是花说柳说呀 是山说海说 这些老师傅啊 还就真被打动了 就真到这扇破营当中 去做了教头 哎呀 这扇破营的水平呢 一下就高出了一大块 因为这帮的摔跤手啊 不但继承了这个蒙古教的钢蒙 这其中啊 还穿插了回族教 和他们汉族教的技术 这天下的事啊 往往就是这样 只要你想了办法呀 就没有什么事干不好的 就在康熙年 这扇破营啊 就真的给这皇老爷子露脸了 就在这北京城狠狠地教育了 没有礼貌的俄国共识 精彩故事就在明天 到了明天啊 咱们接着聊 这北京城 皇老爷子的特种部队 扇扑营